千年古墓 青磁瑰宝 惊陷太湖之冰 无悦大地 隐秘古遥 再现天日 青磁 究竟源起何时 又来自何处 精密的现代科技能否揭开这沉寂千年的磁源之谜 2006年 一个普通的早晨 在浙江省德庆县博物馆里 时任馆长的朱建明正在细致地比对 当地出土的青磁乐器 和一批来自无锡市 红山乐墓的青磁乐器的 器型特征 两年前 一座庞大的青磁礼乐地宫 红山墓群再现于世 出土的青磁乐器皿规模庞大 等级极高 但产地却无处可寻 因为考古界已知的最早的成熟青磁 发现于东汉时期的小仙潭妖制 而红山乐墓是一座战国墓葬群 时间整整比东汉早了六百多年 但是这一发现引起了朱建明的注意 因为早在二十年前 德青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就在德青多处 发现了大量与红山岳墓出土磁器 极为相似的碎磁片 而这些磁片发现的地方 在当时的朱建明看来 就是一处处摇指 朱建明对当年残留磁片 进行整理复原后 与红山岳墓出土青磁器 进行了细致比对 发现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 德青极有可能 就是红山岳墓青磁的出土 这个想法让朱建明非常兴奋 如果成立 这将是考古界的一个重大发现 但是不进行深入细致的挖掘 找不到摇指存在的直接证据 二者的关系就无法确立 德青当地是否真的存在 战国青磁摇指 红山岳墓的青磁器 是否出自德青呢 挖掘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为了应对江南肆虐的水患 当地政府决定 对德青县各处的水利设施 进行改造 位于火烧山的绝布陵水库 就在规划之列 即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 清淤加固工程 朱建明听文此询十分激动 因为他确信 就在这水库下面 也藏有一个古代摇指 这个发现还要追溯到 二十年前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 那个时候这个火烧山的摇指 他发现是我们文物普查 发现最早的一个 袁世词的摇指 他带队呢 就是胡州市那个 文物工作队的队长吧 隋全田 我们叫他隋老师 有的是叫老隋吧 我们就这样的 就有计划 就是今天去拿一些乡镇 那么比如沿着山坡走 我们去找一些那个河流的破灭 去看看有什么堆积的地层 那么瑶址呢 一般都是山坡 我们尽可能就是通过一小片瓷片 那么作为一个线索 那我们再 大家分头再去找 现在这里已经是属于武康的郊区了 当时它叫龙山公社 看到那边有个大坝 那大家就往大坝上跑上去 我已经记不得 隋第一个这么叫起来 这么地上这么多这个破网啊什么的 那个时候真是地上是遍地都市 隋全田队长 他我们叫他隋老师嘛 他就蹲下去拿起来 一看以后嘛 这个就是原始清词嘛 抢在水库 将这片地域淹没之前 就着清淤加固工程的便利 浙江省德青县 两级博物馆紧急组织人手 连同北京故宫博物院 开始对火烧山摇指 进行抢救性挖掘 来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 郑建明承担了这次考古的领队任务 火烧山的发掘是这样的 实际上火烧山最开始的时候 它其实是个基建项目 不是像一些主定论项目一样 它有学术设计 但是呢也有一些期待 火烧山摇指 位于德青县武康镇 龙山村 武洛公路西北500米处的 绝布陵水库 1958年修筑的绝布陵水库大坝 直接叠压在摇指之上 正好将摇指一分为三 一区和三区 分别分布在大坝的 北侧和西侧 而二区则在大坝的南侧 通过对三个区域 近900平方米的位置进行挖掘 一大批精美的原始青瓷 重见天日 其中最吸引学者们目光的 是一批仿青铜的青瓷礼器 首先是它的这个产品非常丰富 它这个产品除了生产一些 日用的比如说碗啊碟啊以外 它确实生产这个我们当时采集到的一些大型的礼器 然后它的纹饰上来说 有大量的纹饰 这个也是一般的日用器达不到的 用青瓷 仿青铜 这似乎与红杉木群出土的青瓷用途不谋而合 从烧造衣食就不是被用来使用的 而是如中原文明中的青铜器一般 用以显示墓主尊贵的身份 火烧山礼器的出现 证明在德青这个地方 确实存在着用青瓷来代替青铜的制造传统 随着挖掘的深入 考古人员终于发现了专业的窑具 以及清晰可见的窑炉痕迹 这是判断窑指的关键所在 我们应该是发现了两条窑炉 从现在看来 这个南方从最早瓷器开始出现 它都使用龙窑 龙窑顾名思义 形状如龙似蛇 以山坡而建 相对于早期制陶窑炉来说 提高了炉温和装烧面积 从而提升了产量 人们常说龙窑是青瓷的窑篮 它的发明和使用 为陶道瓷的转化 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基础 龙窑 灰坑 数量庞大的青瓷碎片 几乎可以断定 火烧山就是一处原始瓷窑址 朱建明二十多年前的猜测 得到印证 但是 这些窑址是不是就是 红山岳木出土青瓷器的 出产地呢 它到底活跃于哪个历史时期 更多的线索 还蕴含在深深的地层之中 通过对窑址的堆积进行分层 学者们建立起了火烧山窑址完整的活跃时间和烧造年代序列 时间跨度令人震惊 考古学反正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主 地层学是很重要的一个 建立这个年代序列的很重要的一个标词 所以这个火烧山的这个发掘 可以从地层建立一个 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晚期 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序列 也就是说 火烧山窑址 大概持续生产了三四百年的时间 造致西周晚期 这样的结果 打破了学界之前 对德青瑶烧造时间 只活跃于东晋到南北朝的认识 仅仅火烧山一处窑址 就能构成从西周到春秋晚期的完整烧造序列 这是我国除德青瑶之外的 所有原始瓷窑址所达不到的 然而在惊喜之余 仍留有遗憾 由于火烧山窑址活跃的年代较早 出土的青瓷器 大多以原始瓷为主 并且原始瓷中的仿青铜里器的形制 也都是春秋 及更早时期的青铜里器样式 与红山岳木出土的战国青瓷里器 并非同一时期 火烧山的时代是 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晚期 红山的时代就相对要晚 就是它是到战国 所以火烧山和红山岳木 我觉得从时代上基本上可以盘处这个交集的 火烧山窑址 只于春秋 红山岳木却来自战国 时间上的差异 使得红山木群的青瓷产地 仍旧悬而无果 而且火烧山出土的青瓷也并非成熟瓷 而是属于原始瓷 即陶器刚刚演变为瓷器的早期形态 我国成熟瓷器出现的时间是否能被提前 仍然需要学者们更多的考证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物普查的时候 考古专家们已经知道 在火烧山之外 德青县还遍布着大大小小百余个疑似窑址 这其中是否就有专门为红山木群 烧制瓷器的越国官窑呢 其中是否就有成功烧制出 成熟瓷的窑址呢 真相尽在咫尺 朱建明意识到 时机已经成熟 为了找到红山青瓷的确切产地 2007年参考朱建明 在第二次文物普查时 在亭子桥发现的 大量和红山岳木相似的青瓷碎片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陈元甫和朱建明 一同选择了1984年 发现的亭子桥遗址 主动进行了申报 请求进行考古发掘 由于悬址精准 目的性明确 由陈元甫作为领队的亭子桥摇址 挖掘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挖掘结果 一场德清考古学者的夙愿 在山坡下发现瓷片相当密集的堆积层 数以吨计的青瓷碎片就此被挖掘出土 千年古墓 青瓷归宝 惊献太湖之宾 无悦大地 隐秘古遥 再献天日 青瓷 究竟源起何时 又来自何处 精密的现代科技 能否揭开这 沉寂千年的 瓷源之谜 虽然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但亲眼见到出土的青瓷器时 学者们仍感到兴奋和震惊 与火烧山摇指不同 这次出土的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仿青铜礼乐器 规模庞大 制作精良 拍质洁洁白细腻 又曾更加银润 与红山岳墓的青瓷器非常相似 精美绝伦的漏空瓶 宿目庄严的边中 玄陵 还有与红山岳墓如出一辙的青瓷故作 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 亭字桥摇指 与红山岳墓青瓷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气形相似 说明德青亭字桥摇指 极有可能是红山岳墓 这批青瓷器的出处 然而结论是否成立 仍然需要科学的手段来解答 及对瓷土进行成分分析 古时交通不便 稍造瓷器一般都是就近渠土 如果瓷土相同 便可视作是铜出异炉 考古队工作人员兵分两路 一路带着新鲜出土的样本 和东条西流域 其他若干摇指的瓷片样本 本赴上海龟酸岩研研究所 在这里 样本将与红山岳墓青瓷的成分 做最精确的理化比对 德青的亭字桥摇指 究竟是不是红山岳墓青瓷的产地 它们究竟是不是属于成熟瓷的范畴 答案等待科学去揭晓 而德青瑶挖掘的另一对 则继续在原地进行探寻 因为只有找到确切的摇炉遗迹 才能断定亭字桥摇指的烧造工艺 更有利于判断其准确年代和地位 随着挖掘的深入 清晰的摇炉遗迹终于展示在世人面前 与其一同被发现的 还有数量庞大的致辞摇距 然而这些摇炉的分布并非暗序分布 有的甚至相互叠压在一起 中共发现了七条摇炉 七条它当中分成三处 每一处有的是两条跌在一起 有的是三条跌在一起 它摇炉跌得多 说明它一个人可能 它是生产规模 生产时间 规模比较大 时间比较长 那么跌得多 也反映得它这个烧造比较频繁 龙窑的互相叠压 生动地展示了从前 这片土地制造瓷器时的繁荣状态 也直接证明了亭子桥所在的位置 就是一处至瓷的窑址 通过对出土瓷片的复原 和对亭子桥遗址地层的分析 可以断定 这里就是一处战国时期至瓷窑场 与此同时 德青几处窑址的瓷片样本 与红杉岳木的瓷片样本比对结果 也正式揭晓 通过对样品化学成分构成的细致分析 研究员将红杉岳木青瓷样品 与全国范围内多个可能的制瓷窑址 诸如德青 萧山 尚鱼 绍兴 以及瓷西等地样本进行了比对 结果显示 绝大部分红杉岳木秋成墩 老虎墩青瓷幼料组成 与德青亭字桥的青瓷幼料十分接近 而且相对集中 可以断定 红杉岳木里那些绝世的青瓷器 大部分就来自亭字桥窑址 而其他并非产于产于亭字桥的瓷器 很有可能也都来自东条西流域 大大小小的百余个窑址之中 困扰学者们多年的产地之谜 也就此解开 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说 第一个特点就是出现时间非常早 它应该是从夏商时期就开始出现 然后它这个序列非常完整 从夏商开始出现 然后到了经过西州 春秋到战国时候 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它的规模非常庞大 就截止到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我们大概在整个流域 以德青为中心的东条西中勇 一共发现了将近150处窑址 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火烧山窑址的挖掘 无意间打开了一道探寻青瓷器源的大门 沉睡千年的瓷窑 记录着陶器一步步向瓷器蜕变的足迹 不难想象 在千年前的德青大地上 东条西流域遍布着大大小小 上百处致瓷窑址 借以便利的水源和运输 人们就地取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生产 一方面制作日用器 一方面为贵族烧制礼器 部分可以称之为早期的官窑 德青 这个不起眼的江南小城 究竟具有怎样的魔力 使得自己成为延续千年的青瓷产地呢 建窑 制池 它必须一个是燃料 它要满山遍野的柴火 那么第二呢 要有水 水呢 它本身做这个 列泥的时候也需要 对吧 还有它那个有河流 它可以运输 所以说我们呢 一般是山水交错的地方 是非常这个适合于建窑的 德青西望 便是翠竹环抱的墨干山 相传 甘江墨爷夫妇 就是在此 铸出了传世的雌雄双剑 山中的剑池 事件时至今可见 茂林森森 泉水叮咚 不仅为铸剑 提供了燃料和水源 更使得大范围的建窑 至此成为可能 而绵延的东条溪水系 则为瓷季的运输 提供了必要条件 自古以来 易水清瓷的长距离运输 大多仰仗水路 相对于陆路车马的颠簸 平稳的船运 提供了更为安全的保障 已经发现的各个年代的窑址 都沿东条西分布 北有太湖 南街长江 这无疑都是产品运输的便利条件 德青 这个德天独厚的鱼米之乡 就这样被历史选中 成为陶瓷发展史上 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 此刻所有人关心的事情 就是这批来自战国的 青瓷礼乐器 是否就是我们所说的成熟词 如果他们确定属于成熟词的范畴 那么我国陶瓷的历史将被彻底改写 成熟词的出现时间 也将从东汉提前至战国 通过上海硅酸岩研研究所的 这份陶瓷性能检测报告 专家发现这些来自红杉木群 特别是出土于秋成墩和老虎墩的青瓷样本 无论从体积密度 烧制温度 还是原料选择等各个方面 都已经十分接近 甚至达到并超越了成熟青瓷的标准 唯有吸水率的评定一下 尚未达到成熟标准 所谓吸水率是指陶瓷体直接与水接触时 陶瓷体孔隙 吸取和保持水分的性质 成熟瓷器的吸水率要大大低于陶器 亭子桥出土瓷片的吸水率最高是2% 离东汉晚期瓷片0.28%的吸水率 尚有一段距离 就是这个微小的差距 导致它们仍被定义为原始青瓷 而不是成熟青瓷 但不可否认的是 它们已经非常接近成熟青瓷了 而它们来自战国 本着严谨的理化指标 这批宋简的词片 依旧被定义为原始词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对东汉末期小仙坛的成熟青瓷烧造 有着巨大的影响 虽然最后的结果 没能像人们预料的那样 改变成熟此起源的时间 但德青火烧山和亭字桥摇指的挖掘 和德青东条西流域内 众多摇指群的发现 填补了中国陶瓷发展史中 由陶到瓷过度地带的空白 这不同年代的层层堆积 为成熟青瓷的出现 找到了那段 褪秘变与升华的历史痕迹 也见证了发展历程的漫长和艰辛 然而困扰学者们的问题是 如此重要且规模庞大的摇指群 为什么在战国后便一蹶不振 仿佛一息陨灭 在后世记载中再也难觅踪迹 就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也不曾知晓那段 辉煌灿烂的文明记忆呢 因为这个元世纪的发展 跟这个政府的知识 政府的重视直接相关 第一 楚国人打不来了 楚人用戚戚 他不用慈戚 停止掉很多窑子烧到的 这种放轻的动力 他都认为有个贵肉 王是贵肉用的 那么他这个国家不准确 这比贵肉不准确 适用叠价不准确 随着一批传使清瓷礼乐器 伴随着粤大富的陨落 深深埋入地宫 一同被埋葬的 是粤国那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清瓷是粤文化不可磨灭的印记 也是响于世界的中国瓷器前身 从烧造一时 就承载着粤人对身份地位的推崇 和对皇权神权的敬仰 然而随着楚国灭月 以粤文化为主导的政权逐渐消亡 新的政权不再对清瓷有着特殊的倾诉 期期渐渐盛行 清瓷的发展就逐渐黯淡 历史的洪流滔滔不息 不管有多少被埋没在岁月里的故事 如今也都再见天日 历尽沧桑而依旧光芒耀眼的清瓷 正如世世代代生活在吴越大地上的人民 歌舞生平退去后 留下最朴实无华 却最富色彩的神韵 诉说这一段 逆色春秋